AudioJungle 也应该最好 而一旦被出问题 顷刻间就可能毁掉昂贵的战舰 上千名官兵则可能在捷南逃 曾经被誉为英国海军象征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 就遭遇了这样的灭病之灾 胡德号战巡在水面炮舰中 更多扮演的是巡洋舰猎杀者的角色 其特点是 与重型战列舰吨位类似 装备同类型火炮 保证火力的绝对优势 但减弱防御 把流出来的吨位 搭载更多的锅炉和轮机 并优化舰体形状 获得高速 在舰队的大范围决战中 凭借其高速 战巡有其独特的作用 而一旦拖入硬碰硬的对空就出问题了 战巡1941年初夏天 胡德号战巡和友舰一起参与了 对德军比斯迈号战列舰的猎杀 德国人为了扭转猎势 把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了速度极高 炮火极猛 但防护很差的胡舰上 第四次骑射时 命中胡德的弹药库 整艘战舰1200余枚主炮炮弹 被当场引爆 所有弹头加上发射要接近1000吨重 很难想象如此巨量的弹药 在清客间训练的可怕场面 整艘战舰在两分钟内断成三节沉没 彼斯曼按照有舰的回忆 在巨响后 许多人吃力的在烟雾中寻找胡德号 但惊讶的发现 这艘5万吨的巨舰 很快在海面上找 不到了 船程得太快 以至于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全舰1500名官兵 只有三名幸运的士兵 得以从灾难性的训报中活了下来 这样的运气已经好到难以形容了 包括舰队司令 舰长在内的总计200余军官 无一生还 其实 在整个二战期间 航母 战列舰 巡洋舰因为弹药库训报 而迅速沉没 造成重大伤亡的例子并不罕见 哪怕战舰是被击伤了 甚至难以挽救 但只要不发生训报 起码还留有比较宽裕的时间让人逃生 哪怕设计师挖空了心思提高防御能力 但也不得不承认 在浮力和尺寸的限制下 战舰装甲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 现代反舰导弹 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 随着大装要高速度的反舰导弹的普及 战舰装甲已经彻底难以抵御对手的利刃 现代舰船除了核心部位有装甲防护外 很多并不期望战舰能被导弹命中后能安然无恙 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主动拦截的身上 战舰防御设施的建立上 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灭火 增强储存弗力和提高抗陈性上 那种装甲对弹药的硬碰硬已经比较少了